同时呢 还要告诉小朋友们 幼儿园你还会认识很多 跟你同龄的小朋友 他们都将成为你的好伙伴 好朋友 就是先从幼儿园整体的这种外观 来给孩子去讲 让他对幼儿园有一个 至少好的一个期待感 对对对 就是一种期待感 一定是美好的期待感 可是老师 你看像那个 有些宝宝他们会哭嘛 他们哭他们还是 想要表达自己情绪 但是我们家宝宝是那种很内向的 他去幼儿园呢 就是不哭不闹 然后我送他去的时候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他就是不太会跟其他小朋友 就接触 对 他到了幼儿园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玩 然后你像对待我们家宝宝 这种很内向性格的孩子 然后作为家长 我们该怎么办呢 乔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 自己的宝宝性格比较内向 那这样的宝宝到幼儿园 怎么样去培养他的沟通能力呢 关于培养孩子沟通能力方面呢 一个呢 是比如说我们的家长 带着孩子在小区里 进行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宝宝一定会说 妈妈我想玩那个玩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妈妈 都是主动领着宝宝过去 然后妈妈来替他 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做沟通 能把这个玩具 借给我的宝宝玩一会儿吗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大可不必这样 我们只是需要让自己的孩子 去跟其他的宝宝进行沟通 因为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去完成这个事情 而我们不要过多的包办代替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家长 一定是以身作责的 因为在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 每天早上都特别阳光地 跟孩子去打招呼 对